大家好,我是看起来有点像中年大叔 但真的是90后的加贷 终于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区块链了 从我们报复那一期评论区里面 私信里面就一直有小伙伴说 真的不讲一下区块链吗 不是不讲,真的是怕一讲就超纲 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很多大家想象之外的事情 无论是人性的隐暗面 还是无政府主义的这种自由状态 以及利用收资货币 进行各类灰色产业链的这种生意 我记得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他们在柬埔寨越南就回不来 其中一个在柬埔寨做博彩生意的朋友 自己招募了100个特种兵 你说人家穷成极恶吗 No,人家很讲原则 对自己人也非常好 好,现在大家看到区块链 会想到各种奇怪的表现 类似于骗局啊,报复啊,资金坦啊 但其实最初的区块链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这一期呢,我想正本清源 以我个人的视角 给大家展示一个区块链史诗般的演绵过程 它是如何从最初一个 让所有技术极客信仰的图腾逐渐攻它 最终沦为资金盘乐图的 讨论区块链呢 我们首先要弄明白 为什么区块链它会诞生 什么是区块链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对它会着迷 说起区块链呢 一定离不开一个名词 就是比特币 很多人不明白 区块链和比特币到底什么关系 我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你可以将区块链理解为电 而比特币呢,它是灯号 比特币是前面 你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应用 而区块链呢 是背后的底层的技术 而比特币最早的起源 它其实就是为了解决 传统金融的问题而存在的 2008年 一场金融危机 从雷曼兄弟银行的倒闭为起点 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 全球的股市以周挣扎6万亿美元 那个时候啊 简直像他上的一次大地震一样 人们开始使用强硬的意识到 原来看起来那么有钱 150年历史的投行都可以说倒就倒 我们的财产到底放在哪里是安全的 一个人啊 其实他非常宝贵的地方 就是他的财富 因为普遍而言 人们是通过自己的时间的付出 来换取收入的 所以如果夺取一个人的金钱 其实可以等同于谋财害命 但是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情况下 你的财产真的是属于你的吗 你在支付宝里存的钱 马云是可以动用的 你在共享单车里存的钱 有可能调不回来 你在视频网站充的钱 有可能被CEU拿去美国造车了 你在网游充的值 有可能网站直接关闭就跑路了 那把钱存在银行呢 塞浦罗斯的政府曾经黑掉了储户的存款 印度也曾废除大额现钞 一夜之间钞票都变成了废纸 国家呢还可以通过乱印钞票来牺牲你的财富 而比特币呢 它就是在这样的大行情当中孕育了出来 在传统的金融里面 你的钱背后都存在一个中心化的机构 比方说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政府 它都有一个组织来管控它 但是呢区块链它不需要依赖任何的组织方 它完全依赖于技术 我只要给你转账 它就是一个点对点的一个转账 所有人都会记录 除非说51%的节点都被一个节点给控制了 这就是所谓的51%攻击 但是呢直到今天啊 区块链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要想进行51%的攻击 成本远高于收益 所以呢这也从人性的角度布局了这种可能性 各位同学说比特币妙不妙啊 妙啊 所以在区块链早期的新疆的观点里面 他们不认为法币是钱 他们认为币才是钱 我认识的区块链里面一哥们 人家在国内呢割韭菜 赚了差不多两个亿 这么多钱的韭菜们肯定也不乐意 然后就去闹 然后人家就把这些钱在国内换成比特币 飞到美国去生活 那以后呢 比特币换成美元 还建了一个庄园 生活的特别的自在 对于早期追求极致自由的技术 其客人而言 有一点他们是非常渴求的 那就是绝对捍卫我自己的权利 这个权利呢 一个很大的体现就是 不要掌控我自己的财产 所以比特币 以它背后底层的区块链技术 非常受这帮早期的人的喜欢 甚至说比特币开启了一个 区块链颠覆传统基隆的伟大幻想 早期的人们沉浸在这种 区块链的信仰当中 无法自拔 在他们的构想当中 未来区块链呢 将会在三个维度里面 颠覆整个世界 这三个维度就不细说了 大家可以暂停看屏幕 这就是区块链的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狂热的信仰阶段 甚至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人类史上的第四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是什么时候呢 是从有人类记载以来 第一个重要点就是 人类的直立行走 在康德看来 正是因为人类能够直立行走 人类才具备着理性思考的能力 然后呢 这中间呢 进行了漫长的演化 但基本上都处于 石器时代 还有农耕时代 直到几百年前的第二次革命 也就是前两次的工业革命 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的出现 人们起放了双手 生产力呢 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其中最大的收益的 就是革命的发源地 英国 这些技术呢 使得它无论是财富还是军事 都得到了大量的增强 也让英国开始了知名化的道路 成为了日不落帝国 地表最强 而第三次革命呢 也就是没有几十年的互联网 它让信息改变了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大家在家里面呢 打开手机一面的小货站 就能够看大线人甲白 然后呢 订外卖 打车 线线新闻等等等等 而第四次呢 就是我们的区块链 互联网它只是让信息 可以没有界限的 在网络中传输 这边呢 发一条信息呢 那边就马上可以收到 但是呢 区块链 它是价值的转移 什么是价值呢 可以理解为财产 或者说是金钱 在互联网上进行转移 然后还不依赖于任何的中间方 而这一点呢 进一步深入 就是它会重构 人类之间的协作关系 公司也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稍微聊一下 公司为什么存在 比方说在工厂里面 我招了一万个工人 但其实这一万个工人里面呢 大部分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工具 在这好像被束缚者一样 但是呢 如果说他们被区块链的token 进行奖励 你付出多少 就可以获得多少的token 这个token其实有点像公司股份 但是呢 还有区别 token它用一个机制 给你进行奖励呢 它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的 一个很大的释放 就是说为什么它会充分人的关系呢 就在于它能够充分释放 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因为呢 你完全是在为你自己在工作 我付出多少工作 就多少的奖励 这就是第一个阶段 所有人都会觉得 区块链特别的好 所有人都要涌进来 而区块链呢 它是世界上的 人类史上的第四次大革命 而第四次大革命 正好今天被我们碰上了 这个概率太低了 几万年里面 就这么几年出现了 还被你碰上了 所以你想一下 区块链藻机的人们是有多狂人 好 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阶段的事情 那如此一个带着 纯高理想的技术乌托邦 是如何一步步没那么纯洁了呢 这就要提出2015年 推出的以太坊 以太坊的创始人呢 外号V神 是业内大神 2013年的时候呢 他才19岁 辍学看起来很像骗子 但凭着自己对基础的理解 以及未来的伟大构想 他卸下了以太坊白皮书 获得了不少人的信任 信任了怎么办 打钱啊 现在在币圈啊 几个人在一个风静优美的海边 在聊下 就经常信的口头传 就是 你别说了 我打钱还不行吗 而在早期的打钱方式呢 不需要任何的协议 完全就是早期 特别纯洁的氛围 这就是ICU 什么是ICU 说后来购持度越来越高的以太坊 ICU不是以太坊首创 但是呢 他人气最高 规模最大 他的众筹资金总额超过了1800万美元 也是目前除比特币之外 市值最高的加密货币 在以太坊的带动之下 这种众筹立项的模式被推广开来 为什么以太坊如此牛逼呢 就是因为他在比特币之后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构想 比特币虽然完美 但只是一个时间转账支付功能的系统 他支持不了更多的应用 而且性能太慢了 每秒处理的交易只有七笔 拓展性太差了 而一段方呢 他就想做一个更好的系统 也就是供链 供链可以理解为淘宝 在这上面呢 每个人都可以开店 可以很方便的开发自己的应用 这个过程呢 当然伴随着发币 在以前大家只能去看的技术大牛去融资 而现在的门口降低了 谁都可以说自己懂去网链 谁都可以发币 在众人看来 技术什么呢 也看不懂 也不重要 发币讲故事就能融解 而且没有法律监管 这让人们向人到了全民的疯狂当中 也引发了ICU热潮 2017年底啊 我知道的 一个不到500人的微信群里面 能轻松的融资1000万 很多人看到白笔书 就给你要打钱 这就是后来各种山寨币出现的根源 以太坊打开了这个潘多达的磨合 之后的山寨币的概念 故事层出不穷 但是呢 在高手的眼里面 山寨币的格局太低了 我就不用你的以太坊发币 我要自己另起炉灶 我也做一个公囊 就好像你有个淘宝 但是呢 我可以再搞个京东 人们一听 哦 这牛逼啊 当然也可以融更多的钱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EOS的BM 还有我们的孙玉淳老师 EOS的故事呢 它是要称为 智能合约排名第一的区块链 人家的背景呢 也可以 然后呢 就从中国大众的手里面 募集了人民币约合40亿元 而我们总是好奇的 孙玉淳老师呢 搞的是博厂 虽然技术呢 都是潮起的 但是呢 营销玩乐非常流 赶吹牛逼 然后现在的博厂呢 已经成为了博彩的小天地了 上了很多的博彩的小经用 也募集到了很多的资金 我去年呢 跟一个朋友去喝酒 然后呢 他跟孙玉淳接触非常密切 然后呢 当时我就了解到 孙玉淳老师的手里面 大概差不多有12亿人民币的 一个资金量 然后他的前景友呢 跟我也挺熟的 这个就不转开了 话说回来啊 这个阶段里面呢 区块链 明显出现了两极分化 一个是 链圈 一个是 币圈 币圈呢 是这帮做技术的 而币圈呢 不管有没有技术 只是觉得有力可图 有酒可歌 那就使劲老板 就以周耶伦要开一个演唱会来举例吧 就是周耶伦他演唱会里面那种唱法 唱功 你这个曲调呢 这个是技术 而这种炒币的人呢 他们就相当于是买票的 可能一开始的这种价格呢 是200 但是呢 这种炒币的人 他们认为 这个价格可以炒到1000块 那1000块买了的人呢 他们会觉得 这个价格又可能会到1万 所以呢 他们会不断的再去炒币 因为他们觉得 后面有人会去接盘 最终这帮买票的人呢 他们就不去在乎 什么唱法技术了 他们只在乎的是 这个币 就是这个票 我是1500的 我还能不能用3000块卖掉 甚至它价格 有没有可能到10万块 这就大概是 练圈和币圈的一个关系 搞技术的人呢 瞧不起这帮玩金融的 觉得他们的这帮人 太急功近利了 就把这个圈子里面 那种纯粹的氛围给毁了 因为区块链一开始的时候呢 确实特别纯洁 而每个人之间呢 都特别的相互信任 而在币圈的人的眼里面呢 练圈呢 就是脑子有毛病 死板 虚伪 而练圈 隐蔽圈 矛盾的最大体现呢 就是当时的三点钟社群里面 当时这个群里面 进了很多明星 比方资本圈里面的徐小平 知识圈里面的高晓松 还有游乐圈里面的 佟丽亚 秦兰等明星 当时佟丽亚 近群就发了几千块的红包 说请大家多多指教 而在这里面呢 也有链圈的 就是有聊革命的 看完这段话 我都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上过大学 这里还有各种学科领域的 强行解释气候链 有用生物学 解释气候链的 去中心化的 还有经济学 物理学的 看完我都怀疑 刷屏那会儿 是不是都拿错课本了 更觉得还要用易经的 总之两个字 魔幻 红一教路周红一就看不下去了 直接在群里面杠揽起来 我怎么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呢 还有另外一个耿直过瘾 当时的纯文兴 然后呢也指出他们的错误 但最后呢一锤定音呢 还是笔梢里面的宝儿爷 区货链最大的应用就是炒币 这就是炒币派跟技术派的矛盾 炒币呢觉得自己是务实 技术派都是纯逼 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呢 大家终于发现什么技术 什么信仰 终究抵不过人欲 王耀明曾说过 人欲即天理 这句话用到区货链里面呢 变成传销了 好了 后来越来越发展呢 搞技术的人都迷茫了 他们最初的初心是改变世界 他们鄙视发币签签的行为 后来呢发现自己是走偏了 他们花钱建立团队 把自己的身家投入进去 最后还负债累累 原来这种币圈里面的人呢 我爱大家目里觉得是傻逼 现在呢才发现是自己上头了 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 区货链的技术发展太慢了 这个技术很慢 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方说在底层技术研发上 还有在应用上 还有在Token的问题 有一次呢我们在开一个私等会 其中一个人呢 是比特里大陆的技术总监 比特大陆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啊 他是在区货链里面是狂霸 他的技术总监在开会的时候呢 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 你们有听过一个应用 真正的用上区货链技术的吗 哪怕只有5个人在用 现场沉默了 一个搞技术的 还如此的高层 问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们可以想象 区货链的技术进展是有多慢吧 这个技术什么时候能突破呢 不知道 可能是5年 可能是10年 可能是20年 你作为一个人类你有多少个5年10年可以去等呢 所以这里面的人呢最初的期望越大 而现在的失望也就有多大 最初对虚货链的蓝图梦想 激情渐渐的消退了 变少了 甚至成为非常稀有的存在 而B圈的完全成为了主流 大家来这个圈子里面共识呢 就是怎么利用下一个故事来签钱 早期变圈的 瞧不上B圈的 而B圈的更瞧不上搞资金盘的 现在也是完全反过来了 资金盘反而从最初的人人瞧不起 人人喊打的边缘 成为了B圈的中流砥柱 最近的蜜乐短视频呢 就是一个典型 不少的朋友让我想要讲一下蜜乐 但是呢 这明显是个资金盘嘛 模式并不新颖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是资金盘啊 那这其实是一个接盘游戏 它就让韭菜们相信 我手中的这个价值100的币 在未来呢 有可能涨到1000 1万 我就通过来卖这个币 就可以全很多钱 它的本质上呢 是一个庞氏骗局 是开东墙 补西墙 用后浪的钱 支付给前浪 所以呢 也就是目前的第三个阶段 去货链 已经沦为了这帮人的乐土 一个讲故事 讲概念 一个人欲及天宜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资金盘进入去货链 反而入狱得水呢 最重要一点就是安全 以往这帮搞资金盘的人呢 他们使用的是法币 法币法律风险太高了 可被追溯 银行转账 警察一查 你肯定跑不了 但只要是玩这种数字货币 虽然地址之间的这种交易是公开的 这个地址呢 为谁所有 却是匿名的 所以资金盘的人可开心了 另外一点 资金盘也面临着 没有新故事可讲的尴尬境地 他们需要一个新噬头 去唬住投资者 而区货链呢 一直是我们的大趋势 连央媒呢 都有不少的报道 沾上区货链呢 就很有面 好 那么最后呢 我来说一下我的两个观点 其实目前的圈子里面 还依然很活跃 今年呢 依然在办各种的大会 从成都 办到杭州 办到深圳 现在是在郑州是吧 看似非常热闹 里面的人每天还在 灯红纽绿 夜店 K科 但第一个观点 就是我在直播戒会里面提到的 红利期已经过了 就是目前的人呢 是在赚得很辛苦的钱 之前吃到这个红利的 是从17年到18年中的 这帮人 他们吃到了发币的红利 而这帮早期获益的这帮人呢 早就离开这个圈子了 我本人是在成都嘛 然后呢 之前熊花店里面 在成都办大会 我没有去过一场 在我眼里呢 这是一帮没赚到钱 焦虑的人在一块焦虑 看起来很热闹 但是赚钱的大机会 已经非常少了 第二个观点 这个行业依然会长期的存在下去 因为呢 它满足了人们的一个刚需 就是报复 虽然资金盘不好 但是呢 它依然是一个 有着报复可能性的一场游戏 你想一下 目前的这种年轻人 想要报复还能去哪呢 各个的路口都被堵住了 而资金盘呢 它虽然说是一个 很劣质的一个赌桌 但是呢 依然会产生这种 报复的这样的机会 而B圈里面的资金盘呢 它本质上是一次 社会上的这种浪潮 而引发的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 一次大赌桌 而每个人都自以为很聪明 然后能够从中获取 这种报复的这种钥匙 虽然大部分人的命运 还是注定亏损 但只要是依然有少量的报复的人 这个圈子就不会结束 到了我们今天啊 90后普遍很丧 因为呢 70后赶上了一次下海浪潮 而80后呢 赶上了互联网 而我们90后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 而焦虑的年轻人 也依然期待着 下一个公司来的时候呢 能够从里面 抓住翻身的机会 我其实不介意年轻人 在这个里面继续待着 因为呢 在里面的人呢 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赌徒思维 就算你赚到点钱 也会以为自己的赌徒逻辑 而赔出去 这对于年轻人而言 不亚于是一个毒药 好了 关于区货链呢 这是一个简短的 一个简面简史 我觉得也讲的够清晰了 然后呢 我也准备 接下来呢 会开一个区货链的专题 如果各位关于区货链 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会之后不断的去更新 关于区货链的一些内容 我是持续折功的 财财经训UP主 别忘了解释连加关注哦 拜拜